因為今天一來的時候就是有先進去休息室 然後還蠻多就是之前有一起在中央隊打過球的學長 和學弟一進去他們就是那氣氛感覺就是還蠻歡迎我來的感覺 這樣就是還蠻開心的 然後又跟總教練打到的時候就是他也是希望我好好復健努力這樣 然後就是確實把該做得做好這樣 邀請郭伯仁將球貓也把我們復健的選手來帶上 開刀之後其實他就是像我剛剛有跟他聊了一下天 那他希望我好好加油這樣 因為開刀要再回到球場上可能復健這個時間點會比較辛苦 那他就是希望說把該做的做確實 這樣才不會影響到之後開始留學了一些進度 對 現階段都是有照著復健師的一些課表在做 然後也都算順利這樣 那就是下後面之後就是看復健師安排的課表 然後一樣持續的去把該做的東西做完整嘛 所以會希望趕快把自己的傷勢 然後復原的進度可以把它用到最好 然後可以很正常然後身體健康的方式回到球隊 然後希望可以在下半季 明年下半季的時候可以有機會 回到這邊一軍舞台跟他們一起努力這樣